各位大家好,又到的生Biology 了 今天我們來講解 2022年第27條 26條已經講解了 答案就是C 為什麼是C呢? 1C 5C 1加5 6C除2 3C 3碳化物還原 二氧化碳受死在生 這裏就轉向6C 很簡單 當我做這題目的時候 最主要的位置就是這裏吃死了 這就是26題裏 你要留意的事項 第27條裏面有什麼可以 增強大家的戰鬥力呢? 他就說有什麼條件 在這個事項裏面 養殖這個微組 就要保持這個行定 問來問去都是問你 控制變項 OK 這樣下去都是那句說話 做實驗題 實驗目的置變項 應變項 控制變項 一定要搞定 當中裏面整個 光合狀 呼吸狀 全部都會吸收到煤 煤會受到 pH值和溫度影響 所以1和2都是對的 第三個光強度 那大家是不是要一樣呢? 當然當然是 因為上一部分裏面都說了給大家聽 光反應和卡爾文循環 當中裏面就會產生 ATP和 MADPH 當中裏面是 MADPH 去到卡爾文循環 然後又變回 ADP 和 MADP 所以當中裏面 其實整個位置 發生了什麼事呢? 簡單來說就是 過去歷界的事項裏面 有問過的就是 光反應和卡爾文循環 他們的產脈的互相關係 所以當中裏面 在這個情況 套進去的三碳化物還原 是需要 ATP和 MADPH 如果在二氧化碳獸仔再生的話 這個位置就需要 ATP 真的要記清楚這些位置 所以當中裏面的光強度 當然要維持肯定 如果不是的話 那個 ATP 和 MADPH 供應量不穩定 就會影響到卡爾文循環 形成那個循環的產品 即是產物的產生 所以終管然然 上一段影片都提到大家 記得首先 第一件事就是 現在螢光不降低 比你那幅圖很重要 過去歷界的 Longquad 問過 現在的 AMC 入面 2019年 最難的 AMC 就是這樣拆解 所以答案就是 61% 同學答案 就是 1 2 3 答案 所以終管然 你問我 你有看 Dixon Biology 入面 每一條 AMC 或者 Longquad 講解 的話 其實這些 AMC 非常簡單 希望這些技巧 可以幫助大家 提升溫習的效能 今天的分享就到這裏 希望幫助大家 拜拜